河北由青砖製作手艺人 在清代古砖堯基礎上建砖厂 先后为北京故宫修缺工程 提供了大约8万块青砖 河北任休市出岸镇这座古砖堯 始建于清代度光年间 距今有近200年历史 串民黄立山自幼在砖堯工作 学会了製作青砖的手艺 1982年 他带领一批制砖手艺人 在古砖堯基礎上建起砖厂 同年听说北京故宫修缺工程招标 就背着一块50公斤重的青砖 上门无碎之箭 黄立山说 青砖之所以被故宫的专家选中 是因为在制作过程中 他们严格遵循古砖工艺 我们的土冬山还两年 冬两年冬三年还两年 还两年就是冬天冬 春天翻花一年还 冬中了之后 这土冬至收缩都一样 大概我们在厂房里面制作皮子 在厂房里脱皮 不是曝光的 阴光之后的专配装窑之后 在窑内要经过一个月的背销 从选土到整出一块合格的青砖 要花近六年时间 黄立山说 38年来 他们已经帮故宫 消制了约百万块青砖 2012年青砖制作技艺 入选河北省级非为名录 无线电视记者 马心研报道 我们下车的宫尺 网友 就像楼 网友 网友